主料,香菇400克,琵琶锅120克,补量,盐,香菜,水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琵琶锅,香菇,香菜分别用水冲洗干净,琵琶锅洗净后,用水果刀对外切开,用刀尖调出琵琶盒,刮去琵琶锅肉里的白色内衣,去色味,用刀饼在琵琶锅上轻轻刮,然后撕去外皮, 聚合去皮的琵琶锅,浸泡在盐水里带用,枪骨加水后在钢压锅里炖30分钟左右,将处理过的琵琶锅放入骨汤中,助制开锅后即可熄火,放进入赏料盐条味,撒入香菜,烹饪技巧,助,琵琶锅不含来生死长时间就会破坏营养,一开锅即熄火,琵琶锅微酸含量高,处理过的锅肉放入盐水中浸泡防止氧化爆开, 全琵琶果窍门,各自晕着,外皮金黄色的口感甜润,长椭圆形的果实和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